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的影片会教大家如何利用 Remote Desktop 的功能 去remote 你的Whatsery Pi 所以在任何一部电脑都可以看到你的Whatsery Pi 不需要每次都搭线HDMI电视出 我们要打CMND 安装东西到Whatsery Pi 就是这个CMND 安装速度都依换你的连续 大吉他 全台几了 kop 转发 展装 是 有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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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